大家好,我是這個 這個 好,大家要看到我的Torros 嘿,好 大家好,我約會 今天我們要開箱 開箱 甲蟲,我們的甲蟲 我們之前撿到的甲蟲這一隻 然後我們把它買了一個 比較好的 那個 秋菌蟲 之前我們用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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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箱子啊 那個寵物箱 它沒有防果蠅啊 它那個洞太大了 所以有時候會有螞蟻跟那個 果蠅飛進來 它還是很開心在吃那個西瓜 吃很開心 跟它吃 西瓜吃很快樂 敲心蟲 然後我們 呃,我也還有拍一個 那個影片 我還在撿 我們去 好,你很棒 那裡來陪我們一起開箱 我們去那個 台北市的 市政府在那附近 有一個叫 那個 叢林野獸 那邊 然後我們 在那邊 觀察了一陣子 然後 看了很多 秋行蟲跟 甲蟲 還有 胡椒仙 大豆蟲等等 然後他們也跟我們 介紹了一些東西 所以 我們在那邊 買了一隻 也是 巨餅 巨餅 就是 現在那個 誰的 等一下我們會稍微 開箱一下 還是巨餅 然後還有我們大概 買了哪些東西 然後這個 你可以看 就是 很療癒啊 可愛 這是 這個 之前你們是說 什麼小餅 是不是 台灣的特殊種 它舌頭伸出來 在吃東西 很喜歡吃西瓜 好啦 那我們 有買那個 我們有買果凍 等一下我們第一開箱著 那我們讓他先休息 等一下要開箱他的東西 好 那我們先開箱幾個 比較簡單的 先簡單講一下 就是他有賣一個 這個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做 我們最後再把它拿出來看 我們先講這個是 那個 欸 日本製的 培養 培養盒 他做的還不錯 蠻有味 他這個是防卡榫的 然後你看這裡有一個一個一個洞 這個都是 那個 氣洞 然後 他 反正就是有做防蟲跟防火影 這樣亂飛進去 好 也買了一些東西 我們買的這一隻 敲行蟲叫做 蘇門大拉巨扁 牙齊這種的 然後他有寫他的 他是一對 一次買一對 然後他大剛才出生 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然後最近 湧 才 才 出土 然後 變成那個甲蟲 所以他現在還在睡覺 我們盡量不要把他炒 太炒到他 我們簡單的開箱就好 我等一下可能再動的時候再來看他 我們先介紹我們買了一些什麼東西 等一下我們來講 等一下我們來講 你看他吃 他吃得很開心 我們去買了果凍 買了這個果凍 他滿便宜的 等一下再給他吃 現在 現在那個去扁他還不能吃東西 他要到十月 十月左右 然後他買的時候是送一支 不是送啊 他是一支公一支木 然後再我們買 這個是日本製的那個 飼養箱 日本製的飼養箱 稍微 他 這一個有 有一個擋板 這擋板 他一次是一支公一支木 然後 那個 那個 店員是說 如果你 你不 用這個擋板把它擋住的話 因為 秋行蟲 秋行蟲他們很兇 他會把虎的夾死 如果他不是在交配時間的時候 他如果一起養 他會夾死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這個東西 然後這裡面這個我們叫做水苔 水苔 水苔 等一下 等一下會買 我們也是今天 那一天去我們才知道 就是藉由那個 介紹我們才知道這些東西 我們先把 買了 這一個是日本製的 培養米 培養箱 這一個是台灣製的培養箱 我們做了一個台灣製的培養箱 然後這個 放旁邊 小心小心 這台灣製的培養箱 這個為什麼我買 你看他這個 他也是為了要防那個 那個小蟲 然後做的這個這種 就是 器器 不要丟上面 所以 好 然後這個主要是 真的要防蟲 防蟲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個 一個一個一個環節 不然的話到時候 裡面都是蟲啊 或什麼 那個其實是很傷的 然後台灣製的 大概150 然後那個 日本製的180 其實也還好 那台灣是有缺點 有優點也有缺點 各有優缺 優點是他比較大 然後好像也比較便宜 然後他透明的 然後他也是會有一個房子 不要 不要在上面嚕 OK 他是透明的 然後 這個把它防起來 但他的缺點是 就是他這個不夠高 就是當這個不夠高 所以 所以當你這樣 把他這樣隔板隔好以後 雖然你把隔板隔好了 可是因為他的那個 他有個高度不夠高 他會把 可能 可能他會飛過去 飛到那個 弓的甲蟲那邊去 那這樣子也會造成 弓的甲蟲攻擊到 你的 磁的甲蟲 然後把他咬死 所以還是要注意 你看 我們把他蓋起來的時候 他不夠高 不然的話 你就要自己去 改板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我們會先暫時 先把那個誰 把我們養的 之前養的小吃的 放在那邊 然後 我們一樣會開始 慢慢做紀錄 其實 台灣製的 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覺得 也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這樣子 因為我們以前的那個是 灰灰的 看不太清楚 然後我們現在 現在等一下 我們先把它放過來 放過來 然後 那個老闆 他們有講 就是水胎 比較好 因為我們之前是用墓穴 那墓穴 那墓穴有缺點 墓穴就是 他的那個 喔對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叫水胎 他說這個水胎 他比較好抓住 比較好抓住 所以 你們也可以去買這個水胎 並不會太貴 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我們叫那個 果凍 果凍好像多少錢 80塊 是不是 好像80塊 喔 60還80 喔60塊 然後 然後 水胎好像80塊 反正每個價錢不太一樣 你們自己去看看 然後他其實還有賣一些木頭 我那時候 沒有買有點可惜 我之後還是買好 我還是希望他們有個木頭可以爬 好 那我們 我們就放一些水胎 先把我們的小蟲蟲 我們的小扁 放回去 好來 你幫我 幫我開一點點 來這邊開 好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好等一下 開了 好我們先把小扁 然後這個我們等一下盡量 不要去打擾到他 所以我們等一下最後再來開箱他 好 輕一點 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緊 好先把它放到旁邊 然後 我們用一格就好了 來 好 將它放進去 抓進去 當然也不用太多 不要太多 他是說 那個那個 好就可以了可以 甲蟲店老闆 欸好了好了好了 現在就好了 好了不用不用另外一邊不要 另外一邊不要 可是這邊沒有 這樣就好了 不要太多 甲蟲店老闆說不要太多 他這個他比較好爬 他也會比較開心 然後他會鑽起來 就厚度不要用到太厚 不要用到太厚 好 就是 你還是聽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他現在吃東西 你不要把他拿起來 他還在吃嗎 對 他現在吃 沒有 這樣沒有得吃 好 那我們把 我們先把它 因為我不想直接放 你直接放他可能會容易髒掉 我們再看一下 就是我們給了 我們之前的敲行蟲 一個新家 先不要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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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一個新家 其實他也很可愛 哈囉 Say哈囉 輕輕的摸他這裡 他會比較那個 你摸上面他可能會很生氣 其實這個 這個叫什麼 巴拉王 小便 之前他們有說 這個夾都很痛 我被夾過 好不要摸他好了 不要摸他 不要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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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那我們讓他 先 先幫他擺在這裡 讓他去吃東西 哇 這樣擺下去 他就沒地方排了 還是我們把他打開 這個就讓 這個就讓他 這個就讓他住好了 那這樣就可以多一點 我這邊有另外一隻 也是 那我們這個要先收好 之後可以 可以擺 好 來 他住這麼大間喔 那應該是巨餅給他住才對 不行 不行 這時候換不行 不要 好再這樣子 放在裡面 好再一點點就 好了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太多了 不要壓 不要壓 這樣就好了 好 好這個水苔 他跟那個 木屑燒不一樣 我幫我把它抓起來啊 好 稍等一下 那你 他在吃東西 我們不要把它抓起來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我覺得可樂還是要買個國洞台 不然這樣不好看 那這樣子我們 對 我還是要去買個國洞台 其實這樣子看起來就很好看 就非常好看 然後你可以 開始收賞 所以其實我還是覺得 台灣的這個 這個 配樣箱也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其實台灣東西做得非常非常好 還是愛用國貨一下 但是他不太一樣 看到這個 這個透明度跟之前的感覺不一樣 這個我們還是會去買那個 把它拿掉 你可以開始去細看他的那個特色 他在吃東西 他現在在認識他的新環境 新家 這樣透明的 他要去 現在還在吃 他想要去趴了 然後 所以我們 我們先把 這隻小丘 我們的小丘 小丘把它放到旁邊 他現在 喔他要去找 他要幹嘛 他要去看這個 熱自新環境 他新家 然後你們一定要注意就是 就是 敲行蟲要把它放在 比較 涼的地方 可以讓他吹點冷氣 沒有關係 然後 要注意不要有蟲 不可以有蟲 然後幫他保護好 好 所以這樣子收藏起來 飼養他 你在觀察之後 就很 很開心了 但他可能會鑽到裡面去 他現在就要鑽到裡面去了 他現在就要鑽到裡面去了 那我們就不要去打擾他了 我們就不要去打擾他了 好 等他想吃東西再出來 那去先 那你就在旁邊 好 那我們要開箱今天 等一下 今天的重頭戲 請你坐過來 重頭戲的大將 好 我們今天開箱 今天的重頭戲了 好 這裡面有 他其實很不錯 他會介紹一些 那個什麼 喔 TOP NT 兇40 什麼 8月中旬 48.5 其實我有點看不懂 是什麼意思 反正這個是老闆 他也會跟你講 就是什麼時候大概 因為我們是星 我剛才有講過 他剛星成為那個 他從基母蟲 剛變成那個 翹星蟲 大翹 對 他剛變成巨翹 其實蠻大隻 我等一下會把他拿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你們看看 但是我盡量不要打擾到他 因為他現在還在睡覺當中 然後他的器官什麼都還沒有 成形 所以他大概還要在半個月到一個月左右 才會成形 功德要到十月才可以開始餵他 然後 母的要在九月中旬 才可以開始餵他 好 這一個 這一個叫做 書門達蠟 巨匾翹星蟲 牙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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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寫他的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長大的 男的 公的 86.5 母的 什麼意思不知道 八月上旬 TOP SELECT 兩個都穿地 一對一對 這些你們自己看 牙齊種 那我們把它打開來 來開箱一下 我來開 我來開 我知道 好 等一下 輕輕的 輕輕的 我們大概簡單的給你們看一下 他這個開是側橫的 就是日本製的是稍微側橫的 然後所以他這個是鎖 可以把它扣住 所以其實日本製的東西 他那個比較小 我們先看母的 等一下 我們再看公的 我們先把旁邊 母的他會裝死 好 我們這個 他躲在 他們兩個都躲在水苔下面 對啊 我們盡量不要打擾到他 看到了 你擋住了 你看這邊 黑色的 看螢幕 對 你坐過來看螢幕 我們把母的先看一下 欸 你躲到哪裡 欸 躲得太下面了吧 他有點潮濕啦 是因為 因為他還 他們兩個都還在 還在長大中 你看 那個 暗螢幕 你不要去擋我 他躲起來了 好 有點 有點 用潮濕 那個老闆是說 等一下我把它放高一點 看到他口了 看到他卡了 好 這樣子我們比較好看到 來 你不要動 不要動 我把它拿起來 爸爸你小心被夾喔 他前面也有夾 他也會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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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這個是屁股還是頭 是頭 是頭 這裡是頭是不是 對 這裡是 然後我抓他屁股 抓屁股 他會裝死 他會裝死啊 其實蠻可愛的 裝死是怎麼樣 他現在就是裝死啊 把它自己縮起來 這隻是母的 他生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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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的大概長這個樣子 我們讓他坐著 他在裝死 這是母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母的 那我們盡量不要打擾到他 他眼睛很亮 他們說新出生的是很亮的 非常非常亮 漂亮 母的 哦 起來了 他沒有要夾我 他沒有要夾我 哦哦哦哦 好 我們不要打擾他 讓他下去 讓他裝起來 他裝了 他裝下去了 他會害怕 我們不要打擾他 因為畢竟 他會害怕 好 這樣就要吵他 躲起來 不好意思 好 吵到你了 那我們來看打擾的 哦 那是 舒門達蠟 這個就要小心了 舒門達蠟 巨扁 真的是很大一字哦 十輪無敵啦 你可以看到哦 好像 encontramos 舒門達蠟 巨扁 吶 嘂 吶 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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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estive 太爪啦 不要 nud 吶 小聲 少聲uls 好 我們輕輕地把牠帶起來 好 我們輕輕地放著牠 好 所以我們打牠聚餅 好 因為牠還在 還在鋼腐畫裡面 我們不要去吵吵牠 很大隻 哇真的是很帥 我们不要吵到它 因为它会怕它太紧张 不要碰到它 我们观察一下它 苏门达拉巨饼 这个就是我们新买的 很大一只 超帅 我怕它动来动去 因为它现在还 它刚在孵化 所以它的气光跟那个都没有长得 长得很长 还在努力的长大 这是苏门达拉巨饼 我尽量不要动到它 所以我放在这里 我们观察一下它 它非常光亮很漂亮的一只 因为它现在也很紧张 它嘴巴打开了 它也很紧张 我们不要让它太紧张 先让它束束一点点 我们稍微看一下 是否非常漂亮的一只 它也很大只 你看我的手这么大 它就这么大只了 哦哦哦哦 不要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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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睡觉它会飞喔 我们稍微看一下 因为它 我说过它还没有长好 所以尽量不要吵到它 我们观察一下就好了 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放回去啰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开箱 很好 我们之后可能会开始做它的一些记录 我也会来画它们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那你们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影片 不要夹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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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到我 好 它很大只 很漂亮 它很漂亮 漂亮漂亮 好 舒门大拉巨 巨鞭鞭 看它眼睛在这里 好 很大一只 这就是 零四那一只吧 巨鞭鞭 好我们把它放回去 好 放回去 好不要紧张 等一下再干 你看它们两个 就母的跟公的都在这里面 因为这个把它弄掉了 我先把它重新整理好 好等一下我们就不要再搭了它们两个了 就让它们 让它们至少长大一点点 它至少应该会长大 好 对 就不要去打扰它们 它们才会长 长得比较好 然后 才会 才会活得比较久一点点 它 那个 他们在老板有说 他们的生态跟那个 到时候再去慢慢的去研究 也来 就有观察 对我们来讨论 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 好 我们把它装好 好我们把它装好 住门打扰扁 他真的很喜欢爬的东西 不要一直开 好 这样我们把它装好了 好所以 你看到这么大一只 然后也蛮帅气的 不要太紧张 好 欸 不要生气 那它要张开大二 它们说摸它屁股 它比较不会担心 然后它刚好是一只弓一只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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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这个影片的留言 就来说 你们有养什么昆虫好了 你是养独角仙 还是敲行虫呢 哇超帅的 好 然后怎么是养 先不要开哦 好我们再来互相讨论 我们给妹妹看好 妹妹 来看 在这边 我去大扁 看一下再走 马上就走了 好 好 那我们先开箱 在这边给妹妹看一下 哦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哦 好 那 他跟大家说拜拜咯 大家拜拜 拜拜 拜 记得 订阅分享按赞留言哦 留言 你喜欢什么甲虫 你有没有养甲虫啊 或是 没有 哦 没有 那就这样咯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各位